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科学家 研发出一种透明木材 精具木材的强度与玻璃的透明度 而且成本低廉 可以大规模生产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研究人员 将环养数值融入木材结构之中 得到比玻璃强度大四至六倍 而且透光性更好的木块 或许可以取代玻璃 应用在太阳能板和窗户等产品上 根据主导这项研究的伯格伦德教授说 天然木材经过化学处理 使细胞壁上的木质素去除之后 就会剩下白色的材料 但它仍不透明 必须在奈米等级上进行修饰 才会变成透明 而这种透明木材 具有与玻璃不一样的导光效应 所以会让更多的光线透过 也就是说通光量更大一些 专家称 透明木材很适合用来生产太阳能板 因为其具有低成本 容易取得 以及可再生等特性 这在大面积表面铺设太阳能板时 格外重要 而透明木材 也可以用来生产窗户 或半透明的外墙 一方面让光线进入 一方面又维护了隐私 伯格伦德在谈到木材的优点时表示 木材是建筑物中 最常使用的生殖材料 其吸引人之处 在于它是可再生资源 此外 它也提供绝佳的机械性质 包括强度 硬度 低密度 低导热度等 研究人员下一步将利用不同的木材研究 如何增加其透明度 并扩大生产规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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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